我想問兩隻銀行股 就看看你的意見 鄧小姐 她說2388和5號 如果選哪隻比較好呢 她說如果現在都沒有貨 是什麼價位入呢 如果兩隻都沒有貨 當然過去這兩隻 自己都說過是挺不錯的 但如果現在選 我覺得會控 因為始終業績就先出了 價格都先下來了 變相我覺得這些位置 其實開始都是有一個直播性的 因為其實你講一句 會控那幾一隊 大家都是覺得 因為她的業績就沒有再有什麼回購 又或者沒有過牌息 但是其實一向都不會預期 她會廣佈貴息的 只可以說回購可能有一點 令大家一點點失望 但是可能之後年中又變回又不奇怪 這個我覺得又未專門說太過負面 再加上如果你中長期來說 有個加息的因素 過去都說過 如果你說過加息週期的話 會控這些會比起 可能中和香港會更加快受惠得到 所以你說兩者現在比較 可能會控會是 直播性都會大一點 因為夠日可以落下 去挨近三月份的位置 但是也一樣 我想偏向就是慢慢中線的持有 就是說 你說短期現在立刻賣 要立刻上升 看勢就難了 因為動力就弱了一點 但是如果這個貨幅的中線來講 我覺得都值得是繼續部署 是 是 鐵贅 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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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